摸摸剩下这个小白尖 你身上不香 哦这个质地还挺醇厚 里边放了一颗就是电视剧里面 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 哎呀 黑芝麻味的 这个焦体的质感还挺醇厚的 就是很吸手指 非常的有奶油感 诺基基 很厚实 固含量很高的那种感觉 这个晕染之后有点那种棕褐色 哎呀 好想住新房子 我好想把我的20块钱30块钱的衣服 都一件一件的挂在衣柜里 好期待 快速拉伸的话会断裂 他这个也是很经典的手感 我说以后的颜色有点不太不太理想 这种固含量很高很糯的焦 我就感觉那种止糯止糯 就感觉里面加入了非常细腻的那种 卫生纸纸浆的感觉 就是厚重到一定程度了 就是从小就中了金银彩票的人 从小长到大被夸到大是用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感觉人生很幸福畅通无阻 我现在长大了 我都二十七八岁了 我就是被外面的老板娘或者做生意的人 就是不经意的跨一句 我真的开心的一蹦三尺高 我就努力极力的掩饰自己开心喜悦的情绪 就别人问你多大了 哦看你不像啊 挺年轻的 身材这么好 皮肤这么好 洗眠速度还挺快的 捏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上次被卖臭豆腐的老板娘夸了一嘴 我就感觉她臭豆腐都变好吃了 泡菜都变得爽脆了 就是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一些好的变化之后 就突然感觉自己 心界变得开阔了 可能本来就因为太狭隘了 一点小事都能开打开打通自己的心界 原来被别人夸是这种感觉啊 二十多年了没怎么体会到 现在体会到这种甜头了 感觉起初棉渣渣来了已经 这个颜色好像今天看到的一个窗脸的颜色 咔豆灰好累啊 八块腹肌 那今天就到这了 拜拜